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0月26日 拉鲁斯盼在主场抢三分 周二凌晨 阿甲继续展开争夺 其中拉鲁斯将坐镇主场迎战泰拿尼斯 前者网继处于上风 最近五次交手路德四胜一合的不败佳绩 期间有过二次零风对手的好戏 球员心理方面占优 拉鲁斯金杖拳取三分问题不大 在连续二轮无法取得胜利后 拉鲁斯成功在圣罗伦速身上重返圣轨 他们以3比1战胜对手 拉鲁斯目前联赛战绩为9胜3和5负 球队17轮合共失26球之多 不过进攻端则有30球进账 他们有点有前无后 打死罢救的味道 另外 封线小将祖歇鲁比是联赛至今攻入9球 期间拉鲁斯路德七胜一合一负 可见他现在不但是主要得分点 还是球队的服将 而另一位攻击手组歇心 特同样是拉鲁斯的护因 要知道 此子10个联赛入球之下 球队更是保持不败 相信二人组成的进攻端此番将有效冲击对手后防线 其实 还颇为糟糕 此外两队最近的交锋中 网季对泰拿尼斯并不友好 毕竟他们近5次锦路德意和四负 当中近2次更是被拉鲁斯林封 对此泰拿尼斯是一毫无底气可言 败振而回再所难免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